南田奸魔 一束琐事千古恨 爱女惨丧垃圾槽 今日南田区的前身 是咸田骰子区 也称为旧的南田村 在1966年至1975年之间 陆续落成 跟当年所有的公共屋邨一样 治安都是很差的 非群同党 流氓和老童 即是吸毒者 在区内示弱 而南田村知事分子的恶行 更加可以说是九龙东 各大屋邨之冠 风化案 打劫商人 黑帮撕杀等等 无日无知 38岁的吴姓浩 和太太增秀婚 还有五个子女 他们之前 是住在里玉门三家村的木屋区 无奈 无奈 就得到政府 骰子 去到南田村 24座一个单位居住 安顿之后 更加在18座附近 开设了熟食的面当为业 可惜 好景不尝 因为政府严厉掃挡 无牌小贩 他就被逼停业 无奈之中 唯有转到去登泡厂 做工人 收入 就明显减少了 而太太 争事 就在外面 找散工 打算可以帮补家计 而同时 又申请政府福利机构的资助 一家七口 纵使生活得清苦 但是家庭相处 都非常和睦 关系融合的 1976年 8月7号 天气特别满热 吴先生在家吃个晚饭之后 因为太热 觉得很难顶 他就建议家人 一起去附近的公园乘凉 那些小孩又可以出去玩一下 当然很高兴了 去到晚上8点45分 当他们一去到 22座地下旁边的游乐场的时候 几个小孩 就急不及待地 找他们熟悉的换伴 互相追逐 太太 就和附近乘凉的街坊聊天 吴先生坐在石灯上面 阵阵清风 撲面而来 他拿出香烟 吸了一口 就满气全烧了 9点30分过后 吴先生就有点眼睡 他就和旁边的太太说 唉 我回去休息先 你和那些小孩 不要留到这么晚 十点左右就好回家了 知道吗 和街坊聊天聊到 兴高彩烈的太太 只是用手势表示明白 就在这个时候 姨妹阿娟 突然走到爸爸面前说 爸爸 我都玩够了 我和你一起回家 阿娟 可以说是那些小孩当中 最乖的 他不止懂性 平时处事 也都有规有矩 爸爸就说了一声好 他们是住在24座 8楼 731室 当年的公共屋邨 不是每一层 都会设置升降机 他们就要搭升降机 去到15楼 再走回去8楼家 在途中 吴先生突然间 发现有点麻烦事 哎呀死了 条锁匙 留在你妈里 阿娟知道了之后 都显得很无奈 都不知作什么反应 爸爸 就用手 按着她肩膀 有点围难地说 阿娟呀 麻烦你走一转 算了 去你妈妈那儿 拿回一条锁匙呀 爸爸就在家门外等你 可不可以呀 做女儿的阿娟 自然不会推啦 好呀 于是 就依着爸爸的吩咐 以快步色地走回头路 谁知 亦都是不归路 十点过后啦 吴先生在家门外面 等了整半个钟 都没见阿娟回来 显得很不耐烦 个心就在那儿骂着 那死妹丁 一定在途中 遇到朋友仔 周围去玩 玩到过了龙啦 忘记爸爸吩咐她的东西啦 但是她想心一层 这个女儿做事 向来有分有串 不会乱来的 吴先生这一刻的心情 立刻由愤怒 变为忐忌 她就偽然跑到街上 一定要找个明白 阿娟没有出现啦 太太 睁大眼 对着跑到来 面红耳赤的丈夫那样说 几个小孩知道有事发生 也都走到父母面前了解 吴先生和太太 说明情况之后 大家既慌慌又紧张 就决定在附近搜索 但都没有结果 太太哭着说 阿娟 一定被拐子佬拐走了 吴先生 就尽量安慰她 建议大家 不如先回家看看 说不定 阿娟已经在那里等着大家回来呢 当他们回家 当他们回家 可惜 都是事与原为 没有阿娟的踪影 在这个时候 吴先生的焦虑就情白热化 他对着太太说 你们在家等 阿娟可能随时会回来 我现在就去找人帮忙 我要周围找 找全村每一个角落 我一定要带她回来 说完之后 他立刻走过隔离 他比较熟的729和7307的户主 提出请求 希望他们可以伸出援手 一起去找他的爱女 两户人家 不但以不用词 同时 也都在长长的走廊 逐户敲门 最终 动员了几十个街坊 和邻居帮手 进行轮里间 仗义互助的精神 令人感动 可惜 经过漫漫长夜 有全村的每一栋大厦 全区的每一个游乐场 远至到 附近的山坡上面 都是没有收获 凌晨四点过后 各人 带着沮丧的心情 和疲乏的身躯回家 几个钟头之后 即是8月8号 上周11点50分 整晚都没有睡过觉的 吴先生夫妇 向官堂警处报案求助 警方列作少女失踪案件处理 就派员 去区内四处搜索和侦查 下周2点30分 街上有消息传来 说22座对开的垃圾场内 发现一具女童的尸体 呆了在家里的吴家 听到这个恶号 轻黑色变 有预感 悲剧即进来临 但心底里面 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这一个不是阿娟 当他们跑到去 发现尸体的地点的时候 已经有大批警员 在场封锁戒避 一看之下 好不幸 就是他爱女阿娟 夫妇二人 即时心胆拘裂 几个小孩 亦都互相抱头饮饮 谁个这么坏 杀了我个女儿 吴妻蝎丝抵理 这么哭 呼天抢地 吴先生就跪在地上 无限地自责 为了一条锁匙 我女儿就失去了一条命 死者吴惠娟 八岁 就读蓝天 香港八和会馆小学 二年班 和爸爸妈妈 兄弟姊妹一起住 家里彭第二 她的尸体 在一个大垃圾桶里面发现 地点 是靠近二十二座附近的 一个垃圾墙 和所有的屋苑一样 这条村 每一座每一层 都设有垃圾房 居民扔垃圾之后 就由清洁工人处理妥当 沿着垃圾槽扔下去 这个槽 是直通落地下的大垃圾桶 所有垃圾废物 即时就可以纳入桶里面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 垃圾车就会来到收 之后 就再去堆田区 或者火化墙 去处理了 话说那天的早上 当这个垃圾车 驶到南田村中途 突然间发生基建故障 经过抢收之后 就继续行驶 所以 去到这一区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1点45分了 在2点10分左右 清洁女工 黄玉琴 人称琴姐 正准备 将第二个垃圾桶 推到垃圾车的位置的时候 就发现 特别重 她好奇之下 就将垃圾桶的盖揭开 还用手 翻开垃圾 看看 有什么这么笨重的物体 谁知发现一束头发 起初 以为是洋娃娃玩具之旅 划心一层再看 竟然是一具 女童的尸体 琴姐惊呼狂叫 引起附近 几个清洁工人注意 大家就走过来看看 才知道大事不妙 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推断兇徒 杀死女童之后 沿着垃圾桶 将她扔下去 死者跌入垃圾桶里面 尸身极为骚髒 令人心酸 那究竟 是在哪一座大厦 扔下去的呢 又是在哪一层呢 垃圾桥 主要收集的 是22座 和24座的 户主垃圾 换句话说 由这两座 扔下去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死者所住的24座 和22座 和22座是相连的 这些是当年公共屋村的设计 令到警方 在调查方面 感到颇为棘手 感到颇为棘手 下午三点左右 政府法医官 李福基道场 初步检验 累痛的尸体 死者高三尺六寸 全身僵硬 没有穿鞋 上身所穿的树衣 被卷起至头部 下身赤裸 他所穿的内裤 和外裤 都不见了 阴部滲出血迹 颈部有乳客的伤痕 背部有两座轻微的刀伤 相信 是被行空者 挾持的时候 用刀锁造成的 死者曾经被强奸 致命原因 是被扼弊 死亡时间 大约在8月7号 晚上10点 至凌晨2点 但官方之后 调整了死亡时间 为晚上的9点半 至到10点半 案件 震动了全个南田村 几百名街坊 差先拥后地 逼到垃圾墙附近看 部分认识死者的 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他们说 被害女童 眉目捐受 性情乖巧 谁知 不肯遇上 这个冷血色魔 先奸后杀 再扔入去垃圾坑里面 似人命如草戒 痛斥这个兇徒 丧尽天良 下午5点半 警方派出了150名 蓝帽子到场 查问了 22至24座 每一个住户 并且 搜索24座 每一个垃圾房 但都没有收获 6点钟左右 在22座8楼 一处垃圾房 就有发现了 他们捕捉到 一条属于女童的红色底裤 一条橙黄色的外裤 一对胶拖鞋 所以 初步认为 死者是在这里被害的 但也都不排除 兇徒在另一个地方犯案 事后将死者的遗物 扔在这里 警员 在晚上9点15分 结束搜索行动 案件被揭发之后 有一名青年 向警方提供消息 他说 在8月8号凌晨2点钟左右 当他回家之際 经过24座 5至6楼梯间的时候 垃圾房 传来一个女仔 大叫 和哭的声 警方相信 这个应该是死者遇害的时间 这名青年 之后被警员 大厨文华 警方将案件 列为该年度 第56宗 外户和一对交拖鞋等等 事后证实原来不是死者所有 警方曾经 是没有效果的 警方表示 有信心在短期内 逐拿空徒归案 但实际情况 和预期 都颇有落差 在8月9号上午10点 九龙区警察刑事 偵緝组 和凶杀组人员 还有150多名男母子警员 有两架急保车 七架大车 驶到南田村现场 随即分为三队 每队 再分三个小组 由邦板和警员率领 每个人 都手持死者生前资料和照片 在区内 2500户的居民 逐家敲门访问 搜集更多资料和线索 无求要获得有关空手的特征 和行事活动等等 并且在22座 设置了一张写字台 作为临时的指挥站 调查目标 主要是22至24座的居民 下午之后 就扩大全区 派发问卷 透过问卷调查所得 揭发村里面的治安 根本就污染瘴气 风化和打结案 时时都有发生 强奸案也不少 当中受害者 但都是眼隐吞声 感怒而不敢言 没有举报 但其中有一项重要发现 是由部分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受害人 和目的者提供的 虽然他们不能够确切地描述 色魔的某一些特征 但是可以说出色魔的年龄 是介乎20至30岁之间 究竟 色魔是一个人 还是有不同的人 都没有定论 调查人员 将资料 记录在案 而交征策部处理 另外 被非礼的受害者 大多数都是八岁九岁 推测色魔 同时是有 戀童癖的倾向 而犯案的地点 都是在垃圾房 或者在轻轻里面 尤其大厦的垃圾房 可以 坏少女被非礼的黑房 这里的门锁 经常被人恶意叫开 老童就自出自入 成为他们吸毒的温床 大厦的清洁女工 曾经多处向屋村管理处投诉 但都没有改善 令人震惊的是 南田村所发生过的冷血凶杀案 又怎止吴惠娟这一宗 而受害者 竟然是一名男童 在1974年7月1号 住在20座 年近岁半的何家健 在家门外走廊玩的时候 突然间人间蒸发 失踪了7日之后 尸体就被发现 在同村的22座14楼 一个空置单位里面 头部就吊转插入的座座 身体满部伤痕 下体被滚水六个 死状七惨 怀疑是被一些变态的狂魔 虐杀至死 空手到今天为止都捉不到 成为了原案 这就严重了 即是说 南田村 不止有冷血的奸魔 还有杀童的狂魔 说回来 女破奇案的光头神探贝亚 他接手调查 这一宗奸杀案 亲自去到案发现场 找线索 引来大批居民围观 他们相信 插空是指日可待 死者不为娟的妹妹 穿着她姐姐生前的服饰 由警方人员陪同之下 在村内一带徘徊 希望木岛的居民 能够想起当日案发情形 8月9日晚上 警方在村里押走了 三名飞刑的青年 涉嫌与案有关 居民知道消息之后 代表恩惠之際 翌日这三个人 就立刻释放了 其实 警方连日接获若干的信件 就该中的奸杀案 提供了很多 颇有价值的资料 因此 正展开另一项行动 在8月15号上午8点45分 死者吴慧娟的灵救 运回南田村 并且在福斯的地点进行露祭 祭坛周围搭好了花牌 中间有死者的遗照 横額上面写着 沉冤待雪这四个大字 死者的爸爸妈妈 在旁边一不成声 此情此景 令到前来拜祭的大批方众 也都灑下同情之旅 其中包括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清洁女工 瓶姐 路祭完毕 死者的姊妹扶灵之后 送到去鑽石山火葬墙 瞬间化为轻烟 飘到另一个世界 在路祭期间 便衣探员一早就在附近埋伏监视 发觉有一个男子 他行动鬼鬼祟祟 神情闪肃 他走到制台前上香 因为形跡可疑 引来探员从中跟踪 之后展开行动 将他拘捕 这个男人年约四十岁 是单身汉 住在二十四座 即是和死者同一座大厦 记录一查 原来他曾经犯过非礼案 还留有案底 即刻就将他带回警署购查 严加盘问 但第二天 又放了这个男人 原因是有很多人作证 案发当日 他不在现场 与案无关 外女惨死 不示夫妇痛不欲生之余 面对生活困境 也都感到彷徨 本来 已经是清贫之户了 对于四千多元的脸状费 实在无能为力 好在 暴力伤望委员会 透过社会福利署 将一千一百元的款项 赠予受害家庭 另外 加上朋友 和方仲熱心 葬礼总算完成 不过 不是夫妇最盼望的 都是兇徒可以落网 能够为爱女超说沉冤 经过这么多日的调查 案情始终未见到突破 由8月18日开始 警方进行了第二次问卷调查 将调查的茅头 指向村里面 四十几个曾经患有麻风的病人 原因是这些人 不容易接近异性 另一篇箱 拼请了四个年轻茅美的少女 年龄由十九至二十三岁 打扮到好像工厂女工一样 由警探掩护 日以继夜 在南田村一带穿梭来往 藉此引入这个冷血色魔上吊 但始终 都是声尋影席 9月6日 各大报章 又报道 捉了两个疑犯 事源在9月3日的深夜 秀茂萍村第三十座 有一个四岁姓潘的女童 被人抱走了 直至要清晨才发现 她身处垃圾房里面 幸好就没有被杀 但曾经被强奸 警方展开侦查之后 迅速就在该区 拘捕了两名青年 由于作案的行径 和南田村奸杀案 都挺近似 一度推断 就是这两个人所为 但之后证实是没有关联的 自此 再没有关于这种冷血奸杀案的下文 愿而未破 愿而未破 由言在目 我及小童 更加令到人悲愤田婴 山寺探案实陆 被老师佛留堂 下午四点才准我回家 回到自己住所 他一手 他一手把我抬起 放在垃圾桶盖上 定神一看 不就是刚才那个男人 他立刻就脱了条裤 露出下体 那时我才是八岁 竟然笑了出来 天真地觉得 他在和我开玩笑 那时实在不知道 什么叫色魔 当时我们穿着学校的运动服 他叫我脱裤 我当然不肯就范 谁知 他就拿出利刀 我才会害怕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有个男的街坊 突然间推门进来 他打算扔垃圾 他见到之后 立刻刻刻着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见到不能够得逞 就拔足而逃了 这个不动听的故事 今天由邓小姐说回出来 历历在目 令人感叹 他成长之后 每次想起 依然由有余悔 好像自己命运之生与死 就在当年的一线之间 试想一下 按法日相同 死者年龄相同 地点相同 虽然有些差距 但是熟同村 不同的是 几个钟头之后的牺牲者 是另有其人 死得何其凄惨 空徒 难道就是当年邓小姐遇到的那个人 满面瘡疤的人 难道就是上文提到那些麻风病者 真是惹人无限猜想 蓝田奸摩是谁 他冷血的恶行 在本案发生之后 仍然继续上演 没人知道 转眼四十二年 发网之外 人海当中 总是苟然残存于世 亦都逃不过报应来临的一日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